英方相关声明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 再次暴露了根深蒂固的殖民心态和教师爷的心态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英方所谓关切和担忧完全站不住脚 首先,中英联合声明没有赋予英方任何资格和权利干预香港事务 第二,23条立法的原则之一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权 依法保护香港居民根据香港基本法和相关国际公约 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 第三,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行为 与正常的商业往来以及经济、文化、科技活动之间的界限是明确的 在港外国机构和人员的正常活动将依法受到保护 需要指出的是,英国去年实施的国家安全法大量条款定义模糊 对执法部门授权宽泛,极易被滥用 英方应当摆正心态,正视香港早已回归中国的现实 停止干涉香港事务 同时反攻自省,不要搞双重标准 对执法部门� Vale